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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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提到旧約毓文 毓文猶盤 你不要誤會,我不是說他沒有本事 其實等於得罪皇帝,也得罪很多市民 亦破壞了敗偶像的東西,其實他是激進的 突然間,他又再搗亂 他又說,你還有那隻什麼?Dragon?龍? 我告訴你,這隻龍沒用的,是偶像來的 就是去打壞一些像,弄壞一些東西 不單止扔招,掃除所有東西,弄壞了 不斷去對付整個巴比倫,當時他們說要拜那些人的東西 在整個社會運動被他破壞之後 皇帝才撐他不算,扔他入獅子籠 跟聖經被迫害的版本是幾不同的 我什麼都不懂,我只不懂字 聖經版本只是說,他自己在屋內向祈求 那邊就拜邪神,但皇帝就看他不順眼 我扔你入獅子籠 看這個原本不是的,原來你搞了這麼多東西 聖經版本的Daniel就是不年祖 沒有出街版的,其實就是毓曼 你知不知道,那個沒有出街版 還要是毓曼連同幾個社民聯的人 就是搗亂那些神像 他們三子一起出,長毛、陳為協一起來 一起扔招 暗獨,有人捉著小弟,這個小弟 那邊記著是不元祖 那你想一下,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又明白,我想一下 是啊,如果你告訴我 這個版本是原本的版本的時候 那其實那個態度是不同的 但你又開始笑到了 那為什麼他會抽氣呢 包括猶太教和基督教的話呢 因為你想一下 如果現在現代 即是這二千年來的人 用同一種手段 去對付現在信的人 那就一樣糟糕 而且也會反感 譬如說動文 他們怎樣扔招 其實我覺得是故意扔不中 我覺得是故意扔不中 而且肯定是硬一點的招 扔下來沒有爛到的 我那天見到 沒有撕掉那些肉出來 沒有撕掉 沒有撕掉 那他們扔的時候 我平常有個提議 如果動文在那裡看 其實扔臭蛋是很棒的 我只是覺得他微妙的地方 就是他不想有太大的破壞 是 但是扔臭蛋便好 扔臭蛋你撿不到 也要有人抹 不是 那些揮發性的臭蛋 整個議會有臭味 那其他議員都很慘 那些是無辜的 所以我覺得他是拿捏到那個位置 但可能是這樣的 一百年後 當人們寫文獻 說回立法局這件事 可能他變得不延早 即是說 當時就是 黃毓民先生 靜靜地坐在立法會 忽然特首警告他出去 可能是這樣 可能是這樣 我猜他那個拿捏位是好玩的 你說起動物這件事 我想說一點 因為那天有看某一個電視台 他是故意玩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你明知道 他原本是長毛起身 罵完人 之後被人趕走了 之後是毓民才罵人 之後被人趕走了 但那個電視台的剪接 某一間就是 他將兩件事剪接 調轉來播放的 即是他是說了毓民 扔完招 之後就好像拍著他坐在那裡 之後再剪長毛起身 扔招 因為那個長毛扔招 那一刻就是毓民 坐在旁邊 他在那個計劃 即是告訴別人 好像是想說到毓民 沒有被人趕走 這樣的剪接 是的 我看了很多次 是的 是的 你待會告訴我 哪間電視台 而那間電視台這樣做 我覺得是很有政治動機 為什麼呢 因為你明明的順序似著是 是長毛做完 都是毓民做的 但你特地將兩個個案 是調轉來講 他真的調轉來講 他不是說 誰做先誰做後 他只是將兩件事調轉來講 剪接是調轉來播 那你就會令到別人以為 毓民做完之後 他沒有被人趕走 很奇怪的 這個新聞報道的編審 我很想知道哪間 是的 我待會告訴你哪間 因為我看了很多次 我心想想有沒有搞錯 這是明顯地製作給觀眾看 政府沒有趕到毓民走 是的 其實是一樣的 如果你說 毓民的動機等等 其實都會輸 因為有些人覺得 喂 你太過干裂 不是呀 阿Daniel你這麼激進 沒有人同情你 你永遠不曾埋視機 我甚麼都不懂 我很慘 這樣就會最多人得到最大的同情 所以落筆的時候 改了這些不出氣 或者修改了或者扔了 你想想他慘的情況之下 扔了一個獅子籠 哎呀 好慘 又帥仔 不燕祖 但獅子不吃他 獅子不吃他 不燕祖 他真厲害 突然發光白色的不燕祖 還要是上帝保護你 對 但你突然換了紅色的黃毓民 走下去 骨子慘慘 當然不吃你 所以我後來再看Daniel 原本版本的文章 我昨天再看那些內容 我心想真的很像毓民 哈哈 只不過我多拍一個不燕祖 對 當然也是那句 現在基督徒肯定接受 一個毓民版的Daniel 不行 不行 但有個好笑的說法 雖然這個是不接受 但他說很有趣 他說這個版本 在馬其頓的希臘東正教會裏 是接受這個版本的 他覺得這個版本沒有問題 因為你知道希臘人 其實都是喜歡辯論的 他覺得你這樣和皇帝辯論 便沒有問題 對 譬如我覺得 分別就是等於 香港 抑敏他們扔招 可能有些人 唉 搞亂了 但在台灣扔呢 沒有問題 好啊 這樣嘛 菠蘿呢 還有 菠蘿呢 不帶去 對 所以我覺得 你要明白當地的地方 為何不做 好吧 我又覺得 不如說了舊藥物 有兩個新藥事件 我一定要提 因為這個新藥事件 令我覺得 是離奇之中的離奇 應該這樣形容 為甚麼呢 因為你知道 在聖經裏 其實不單止是 我主要有三個個案 一個就是 現在很多人看回 但聖經裏沒有的 就是一個叫做 《彼得行轉》 《彼得行轉》 即是形容彼得 他又離開了耶路撒冷 整個過程如何傳達 如何被迫害 最後頭髮 為甚麼要調轉十字架等等 另一個就是 《保羅行轉》 《保羅行轉》 《保羅》就是說 他如何後來去到羅馬 發生甚麼事 卡卡東西等等 還有一個 我覺得最正是這本 這本其實我未看完 我將來找回所有細節 所有內容 全都被揭露了 第陣事 我都被揭露了 我沒有說說 不過 那是甚麼呢 《The Secret Book of Mark》 《馬可的秘密福音》 一有秘密這些字 就會想偷窺 是的 而《馬可的秘密福音》 主要是在埃及找到的 但埃及找到是很正常的 為甚麼呢 埃及有很多 很多關於馬可 使徒馬可的神跡和傳道紀錄 當時我三年前去埃及 我第一次去埃及的時候 我沒有查這些東西 第二次去埃及的時候 我去那些教堂和書局去查的時候 因為我認識了幾個當地的東正教徒 即埃及的東正教徒 其實他不完全稱為東正教徒 因為他稱自己為Coptic 另外一個是科爾迪派 科爾迪派 科爾迪派 他稱自己為Coptic 因為他們的內容也有少許不同 那時候買了很多書 就是講甚麼呢 就是英文版的 就是講Mark 因為Mark整個聖經裡面 沒有講到他之後是怎樣的 除了傳說 他在威尼斯 那個Mark 是藏在那裡 當然有些人說 那個不是Mark 原來他一輩子 都在埃及傳道 彈成績等等 Mark的有趣地方是甚麼呢 因為在那本《Secret book of Mark》裡面 他就說 他以Mark的角度去講耶穌 他說耶穌曾經有一天 這個就是告訴你 現在的現代社會 可能過多十五年、二十年 可能會成為正典都不定 因為開放了這個社會 他說當時有一個女人 就跟耶穌說 我有一個兒子 有一個小孩死了 你可不可以幫我救醒他 一個年輕人 即是年青人 十幾歲 十六、七歲 耶穌說 我進去看看 因為到他的時候 他跟他媽媽說 你在外面 你不要進來 因為我會令你兒子 我會令你兒子復活 但我會教他secret message 秘密的信息 這個秘密的信息 只有我跟他可以說 其他人不可以看 所以我會關上這個墳墓的門 明天你才來找我 你不要裝我 你聽到這裡 已經心中有些不妙 我想到Michael Jackson 其實差不多 我想到Michael Jackson 這個就是馬可的釋戒版 當時你原來怎樣 原來在Mark的說法裡 耶穌所謂 將一個神秘的訊息給這個年輕人 當然他真的整醒了他 之後跟他傳授 就是一個男人與男人之間的秘密 稍後再說 就不能來 看見你 有些不妙的 我完全不知道 你會這樣做 送你 台門 甚麼 在我身上 你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